各位委员 各位我们列席的官员 是不是请主席帮我请一下李部长 李部长请 飞委员好 那个部长 昨天的中央社的报纸有登的 这个新闻有登的 说你们被监察院纠正 就是你们的举债过高 我个人在质询了很多次 我一直觉得我们尤其现在要修公债法 我们公债法我们从这个中央40% 地方8%加起来48% 现在一下子要升到54% 我期期不以为然 所以公债法我一直要求要把它往下降 这个当然这几年刚好碰到天灾 加上金融风暴 确实你们举债也过多 但是基本上呢 还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对不对 那监察院提出纠正 纠正当然跟弹劾 弹劾你不一定 如果他弹劾你的话 那就问题比较严重 那纠正对你们财政部会不会有压力 基本上我们监察委员的指教 我们一定要尊重 但对我们业务的经济一定是好事情 因为基本上我讲 会不会有压力 压力压力是一定要有 那你们要不要把这个不要再举那么多债 你们会不会朝这方面 基本上就我的立场 但最好不要借债最好 那对啊 可是你每年都在编一些 对对 但是政府是一体的 我们今天为了国家的发展 就等同我们人生病总是要吃药嘛 对不对 这是过程而已 绝对不是目的啊 所以如何借债来赚更多的钱 这当然是方法 这个讲啊 有点推托 反正在留子孙以后的人 我不管了 只要我部长任内 我把国家的这个 这个行政主机编那些东西 我把它交差了事就好 你这样子我是觉得 也不太负责任 但是你们一定要跟行政主机助讲 因为基本上是那边要多少钱 所以说你才要编多少钱 当然要做检讨 但我觉得真的要做检讨 但我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监察院这个捞过戒 基本上我们都尊重了 我觉得监察院这是捞过戒 平常讲你一直要在 法的范围 法的范围之内 你凭什么要对我纠正呢 我讲过监察院好多次 现在监察院啊 监察院照理说是 事后你违反 或者是违规 我对你提出纠正 我对人提出弹劾 可是但是现在监察院不是一样 他动不动就把你们 甚至连科长级的人都叫到监察院 我在过程里面 或者是像这个 我并没有违法 就叫去训化 叫去做行政指导 或者是政策指导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捞过戒 基本上我们这个 我们的武权宪法之下 我们行政部一定要 你们又不敢讲 没关系 我帮你讲 我觉得他在捞过戒 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立法院的事 是行政院的事 不是你监察院的事 监察院你不可以做行政指导 或是做政策指导 只要你没违法 对不对 这个平常讲 我们可以在这边 持续的 我觉得我们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每年次 预算都在边疆不好啊 可是他凭什么 对你们做纠正呢 所以你就告诉他 下次你们回答他 告诉他 说费洪太说的 说你们捞过戒了 可不可以 你一定要帮我转告 你可不可以转告 你敢不敢讲吗 你就说我说的 我要求你说的 如果你不说的话 那我们下次真的修公待法的时候 我就依据这个 我不会给你增加 这个但我们可以做沟通 做说 你又告诉他说 真的 我觉得监察院啊 像最近做的有几件事 蛮荒唐的 你怎么可以做政策指导呢 你怎么可以做行政指导 你没有那个权利 五权宪法的架构 他不该做那样子的事 你知道吗 好吧 主席我们实验在里面 我换一个题目 是不是我请我们公股银行 台湾银行的 有董事长就请董事长上台 没有董事长请董事长 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兆丰金控董事长 第一金控董事长 华南金控董事长 何库董事长 钟晓庆营的董事长 张化银行的总经理 请各位董事长总经理 被选 同时我也准备 这个 我们放一下这个来看看 好 我们部长 集八位首长 这个 这个是一个小事 可是对人民的方便性 还影响蛮大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一步 看下一个 就是我们银行 现在营业时间 我们没有规定啊 说你在什么时候 但是规定说 你营业时间一定是早上 九点 早上我们是 规定是早 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半 但是并没有规定说 这个营业时间之外呢 也不可以营业 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能是大家都怕麻烦 都怕麻烦 所以我们通通啊 就现在通通营业到 到这个 到下午三点半 那我就请教 因为很多人找我 陈勤啊 他们的公司 公司的员工啊 中午时间 吃饭的时间 赶快拖去跑银行 去办一些事情 否则到三点半以后呢 他没有时间去办 礼拜六礼拜天呢 只有到 有的礼拜天 有的邮局有 我就请 我就整理一些 一些资料来看 你看 我们看 在美国啊 这个 国外地区啊 这是 我就收集他们 加拿大 他的时间是到下午五点 洛杉矶啊 有到下午五点 到下午六点 还有礼拜六 他也有营业 纽约呢 他也礼拜六 营业 旧金山呢 他也有礼拜六 也不是 他营业是非票据的 非票据 我们再来看 再来一个 澳门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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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香港 香港也是礼拜六 他有营业 新加坡也是礼拜六 他有营业 我们台湾就是统一 不 统一 不变了 通通就九点到 到三点半 我当然还有一些 个别的 个别的银行啊 来看啊 来看一下 这是 刚才有放过了 在马来西亚都有 我们来看 我们的 台湾在 其他国家 有设立分行的 你来看一下 不是这个 我们其他国家 我们在 没有了 好 举例 我们像我们在 我们土地银行 在香港是到五点 下五点 对不对 这个 然后 上海 上海商银到下五点 我们在 玉山银行 还有 在香港在洛杉矶都下到下五点半 然后我们四华银行在香港到下五六点 然后呢 富邦银行是到礼拜六 他在香港 跟 香港 他有营业到 他有礼拜六也有营业 这个 我再请教一下 当然各位一定会讲 一定会讲说 我们为了后台作业 以前的票据啊 是人工 人工这样 对 现在都是 都是这个电脑处理的哈 我们现在时间啊 平常讲可以稍微往后 往下延 但是 各位 一定会 大家可能公开讲不出来 讲说 我延后延 延那个营业的时间 我现在不是叫你票据 票据交换以外的 以外的业务 延后的时间 对我的营收也没有帮助太大 如果礼拜六增加一夜的时间 对我的营业收入也没有增加 很大 但是毕竟银行是一个特许行业 是一个服务业 是一个服务业 我们还是考虑到有一些人 他不喜欢用ATM 他不太习惯的用ATM 他还是需要 需要这个 有非他上班的时间 他可以到银行去 我就请教一下 各位 各位董事长 你们谁愿意 哪家银行愿意试试看啊 我找举例台湾银行 我就全省找几个分行来试试看 我礼拜六上午来营业 或者是我营业时间延长 我不叫你全面实施 找几个来试试看 我方便性 我的营业到五点到六点 或者是礼拜六我上午营业 这样子看看 有没有增加他的便利 为民服务的便利性 或者会增加你的 大家愿意到你的东西来开户 我就请教一下八家 我们银行的负责人 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 我们从第一家台湾银行开始来讲 你愿不愿意这样来试试看 这部分的话当然是 长话短说 我们要主管机关同意了 主管单位刚才讲 我修给你看 没有不同意的 我们的银行法规定 九点半到三点半 九点到三点半 这共同的时间之外 他并没有说你不可以 那你愿不愿意 按照我刚才讲试试看 如果是要找少数几家分行来试试看 然后对于民众 是不是造成很大的便利 我们是可以来试试看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愿意试试看 愿意 我们再来请土地银行 你愿意不愿意 我想我们共产银行 意见是一样 可以来研究办理看看 这样子好了 我也没让你普遍性 其他的六位我就不问了 反对的请举手 那赞成的请举手 你们通通都讲可以了 都讲可以 好 请回 我最后再请教 除了我们蔡董事长 蔡友蔡董事长之外 其他都先请回 蔡董事长 请教一下 这是你们公会的人 很多人叫我来问你这个问题 你曾经在造风银行服务过 对不对 在民国哪一年到民国哪一年 民国九十年到九十七年一月 当时啊 你有没有在你的任内买联动债 买哪后面联动债 你有没有 你在当主管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在当董事长 还是当总经理 董事长总经理都当过 在你当总经理的时候 有没有 叫你们的银行去买联动债 海外的联动债 有没有 民国九十四年为了处理国际投信 结构债的时候 要证件化 有买了一些海外 买了多少 买详细金额 我已经忘了 一百多亿 现在 因为国际投信 结构债 那时候五百多亿 不是买一百 你亏了一百多亿 有没有这回事 报告委员 这个我回去查证 但是呢 你不要查证 你心里心知肚明 这个买一百多亿 你亏了不是买一百 你亏了一百多亿 打带打了一百多亿 这个事情千真万确 那你还好意思 回来当董事长 你都打开打掉了 部长 我去请教一下 太总长这样子的表现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他在资钱 他亏了一百多亿 他做重大的决胜 觉得好还是不好 部长 我请你回答一下 当然就这个个案的问题 是值得检讨的 那如果他这样子的表现 这样子的能力 再把他找回来当董事长 我不知道是 是你的意思吗 因为我们看 是可以看一个总体的东西 是不是你的意思 当时的状况可能 我所了解不是你的意思 我现在就想要追查 我这个会计来追查 到底是谁的意思 是总统的意思 还是还是谁的意思 谁来推荐他来当董事长 我觉得好奇怪 在他的任内 他做了决策 去买联动债 亏了一百多亿 结果他现在 当时就放话 对外讲 他要回来当董事长 我觉得有人给我讲 说怎么可能 结果是他真的回来当董事长 蔡总长 我这个会期 反正我会 请我们 请我们这个主席 有机会就请你来 我要讨论一下 你以前的表现 我就拿数据来给你看 好不好 来 报告委员 我们可以把每一年 的详细的属于这个 你不去 我刚才叫你回答 你不讲清楚 你现在要给我讲 因为我一定要 请下台了 谢谢 谢谢 OK 停止